东尼龙骨的真名 真的叫东尼龙骨 东尼的爸爸叫龙骨左三郎 是一个绝世乐手 太平洋战争开始前 左三郎在国内惹了一些麻烦 被迫离开东京来到上海 在那里 他度过了兵荒马乱的日子 在上海的一个夜总会里 左三郎静静地吹着小号 当战争结束 由于他长时间待在上海而受到牵连 他们把他锁在监狱里很长时间 他的大部分好友 一个个相继受到处决 几乎没有经过审判 处决经常是在下午两点的时候进行 有一天 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他们把他拖到了外面的靶场 用自动步枪从他的头上打过 在那个地方 生与死的界限 只有一根头发丝那么薄 龙骨左三郎回到日本的时候 带了一袋子骨灰 那是1946年的春天 他发现他的家乡 已经在轰炸中被毁 他的父母和他唯一的兄弟 也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 换句话说 他当时成了世界上一个孤独的人 最后 他和妈妈远方亲戚家的一个女孩交往 一年之后 他们结了婚 生了一个小男孩 在小孩生下了三天之后 他母亲死了 他的死来了那样突然 他的活葬也是一样的突然 龙骨的一个朋友 一个美军少校安慰他面对生活的现实 少校说 你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叫东尼 跟我一样 在受美国人影响的年代 给孩子取美国名字这个主意 没有一点坏处 这就是左三郎说的 没有一点坏处 东尼龙骨 没有一点坏处 因为这个美国名字 当东尼做自我介绍时 人们总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有些人甚至不可理解 由于这个那个的原因 东尼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孩 在他可以记事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和乐队到处流浪 一个人孤独地打发日子 对东尼来说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年轻的时候 一个房东照顾他 当他上了中学以后 就自己做饭 自己锁门 自己上床睡觉 东尼不能对他同学所讨论的话 做出评价 对他来说 话代表的是一种自然 一种空想 东尼画机器最拿手 他对车子 收音机的零件很熟悉 而且对发动机的了解 也超过其他人 后来他成为一个插图画家 那是很自然的 从杂志封面到广告插图 东尼接了和机器有关的一切活 这些工作很有乐趣 报处也不错 而他 就像是远方飞来的一只鸟 很自然地穿着衣服 被一种特别的威风包围着 东尼好像坠入了爱河 他第一次开始考虑到结婚 在东尼和他的第五次约会中 东尼向他求婚 但他同时也关注着另一个男人 东尼和他 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有15岁 左三郎和东尼 两三年见一次面 一旦他们解决了必要的事 两个人之间 就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 龙骨左三郎不是天生以来 就是一个父亲 就好像东尼 不是天生以来就是一个孩子 如果他说他不会嫁给我 我一定会死掉 他把他的想法跟他说清楚 他说他有多么孤独 他已经在生活中失去了多少 见到他以后 终于让他明白 你不仅让我明白我是孤独的 而且让我知道 见到你是多么重要 我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 东尼的孤独生活已经结束 当他睡醒的时候 他找他 如果发现他睡在旁边 他会放松 如果他离开了的话 东尼会焦急 摆脱了孤独 东尼有时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怪 因为现在他不孤独 他非常害怕 害怕重新回到孤独的生活 有时候 当想象这件事时 就会吓得他一身龙汗 他的这种害怕 一直持续到婚后三个月 当他开始习惯于自己的新媳妇时 他的担心减少了 不过很快 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 也出现了阴影 他是个天生的家庭主妇 有条不紊的总理着这个家 但只有一件事让东尼不快 那就是 他喜欢买很多衣服 在周围有很多衣服时 他几乎不能管住自己 几乎在一瞬间 他的表情 他的声音都变了 在他们游览了欧洲之后 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他们的旅行中 他买了很多时尚的衣服 他好像被迷住了一样 只知道买衣服 见到的每一件衣服都要买下 而东尼只需要留意衣服上的价格标签 回到日本之后 他的热情还是没有减退 一天又一天 他继续买衣服 他们得买几个大衣柜 同时还要买设计好的鞋架 来放他的鞋子 当这一切还不够的时候 他们就得把整个房间当作一个衣柜 少买一点东西如何 我不只是想到钱的问题 你变得漂亮 我很高兴 但是 你真的需要那么多衣服吗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不能控制自己 当我看到美丽的东西时 我一定要买下 一定要买下 就好像上了瘾 他答应说要摆脱 摆脱自己的心意 一周过去了 他待在家里 这样就可以避免诱惑 但就在这一周里 他觉得自己空空的 总天待在工艺室里 看着自己的衣服 他看衣服从来不会厌倦 他越看就越想得到新的衣服 当这种欲望增加的时候 他失去了控制 其实他很喜欢他的丈夫 接受他明智的建议 他只有一个身体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衣服 于是他到喜欢的小店去问 能不能把最近买的衣服都退掉 把衣服退掉之后 他觉得轻松了很多 但是当他懂得有所改变的时候 他什么事情都不能想 只想到他脱回去的那些衣服 它们的颜色 样式 还有布料 从13个深情的女人当中 东尼选了跟自己妻子 长得最像的一个 放松 这工作其实很简单 你在这里 每天朝九晚五回答电话就可以了 还有 分发一些资料 或者是帮忙复印文件 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条件 我老婆离开我了 我这里有很多他的衣服 有一些还是新的 我很希望看见你穿上它们 就像你在穿制服一样 当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请求 但是我没有别的动机 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去适用他已经离开的事实 如果你穿着他的衣服到处走走 我会更加了解他已经走了的事实 说实话 他真的不明白东尼的意思 但他看上去并不像个坏人 他认为他只是失去了他老婆后的失态 而且他已经没有工作了 钱也用完了 他需要一份工作 我明白了 我是说 实际上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是我认为 我知道你在问什么 在我接受之前 我能看到你老婆的衣服吗 我认为 我应该把它们试一试 看看是否合身 你为什么哭 我很难过 我很难过 我只是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么漂亮的衣服 我真的很难过 我被他弄糊涂了 对不起 去吧 你去选一件 能穿一周的衣服和鞋子 然后带走 还有 要冷静下来 对了 你为什么不选一件外套呢 他选了一件 暖色调的天鹅绒外套 像羽毛一样轻 他从来没有穿过 像这样子的外套 他穿着他的衣服 看起来像他老婆 逗留不去的影子 这些影子 注入了温和的呼吸 和他老婆一起移动 这些影子 又每时每刻都在消亡 当东尼注视着 发生的这一切 他渐渐开始拱咽 对不起 事情有了变化 你带回家的那些衣服 你可以自己保存着 请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忘了吧 请不要对任何人讲 东尼联系到一个二手衣服商店 他们来了 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 时间变得空荡荡的 他感到失落 无休止的失落 渐渐呢 他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 像一阵带薄雾的风 他老婆死去后的两年 他的爸爸也死于肝癌 他只留下他的长号 和一堆旧爵士唱片 就是这样 一年过去了 时间变得越来越安静 记忆也开始慢慢久远 他专手了那些爵士唱片 他现在截然一身 每时每刻 他都会回想一个 不知姓名的女人 他在哭 偶尔在前面那个试一试里 他仍能看到那些衣服 他老婆留下的 之后 他几乎忘记了一切事情 奇怪的是 他对那个女人的回忆 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在哭